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 在大陆人的眼中,蒋介石已经逐渐淡化了 关于他在海峡那边的消息,虽然有断断续续的传来 但好像中间隔的层透明玻璃一般,看不真确 直到1975年4月5日,这位88岁的老人在睡梦中与世长死 在他临终前,曾秘密留给儿子蒋经国一本日记 上面记载了他半生所有不能对外公开的秘密 让人好奇的是,正访老婆宋贝林看到日记后 为何连夜逃到美国去,死都没有回来 不要着急,且听下本 蒋中正出生在1887年一个普通的家庭 1928年从一个小透明当成了民国大中党 带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生命 让他顺利占到了人生最高峰 事业上顺风顺水,但是爱情上就不尽人意了 他的一生总共有个四个老婆 第一任结发妻子是在他14岁的时候肃无安排 毛福梅因为家境阴神的原因 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女子无才便是 刚刚嫁给蒋中正的时候还算是恩爱 直到丈夫接触到外边新思想之后 就对毛福梅的所作所为越发不满 还多次提出了离婚这个情形 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直到蒋中正要娶宋美龄的时候才离婚 在蒋家大院唯一能陪伴她的就是儿子的民国 在1939年的时候被日本飞机炸死在家里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 蒋中正在兄弟带领下出入风月场所 这才有机会认识二太太姚也成 还把人带回老家 正房毛福梅也接受 婆媳三人在平时相处的相当多强 不过平均的日子没有坚持多久 蒋中正嫌弃姚也成对自己不够体贴 再加上染上了毒这个坏毛病 所以就被老蒋送到了苏州洋了 直到1966年姚也成寿终正寝的时候 都没有再见过丈夫一面 经历过两任妻子之后 34岁的蒋中正认识了年仅13岁的纯洁 他被这个女孩脑海中的新奇思想吸引了 这才对对方展开了狂热的追求 之后还举行了盛他的婚礼 只不过 随着老蒋地位的不断升高 他对妻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十几岁的陈杰如就被他骗去美国留学了 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 一切都变了 之后也一直没有在家 专心抚养养女长大 而宋美丁是老蒋日生中最后一个脑洞 不管是学识见识 家事都是老蒋最满意的 正是因为宋美临的出现 让毛富梅正常太太的地位不保 当时的宋家算得像是民闻大户 蒋介石就算是为了得到宋美临家里的支持 那也得把对方追到手 但是宋家当时的地位也蛮尊贵的 他们家的女儿嫁过去自然不可能服敌作孝 所以宋美临当时就跟老蒋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咨询必须要做正方太太 意思就是 蒋介石必须把发迹毛富梅给修了 本来就没有感谢老婆 蒋介石当然没有思考就同意 他们两人的儿子蒋经国 当时正在外国留学 对于爸爸的决定自然是感动不大 不过让所有人意外的事 毛富梅竟然因为一场意外实施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蒋介石是政治联姻才在一起 直到1975年老蒋续职之后 后人在收拾遗物的时候 意外发现一本冲击 上面记载了追求宋美临的整个过程的信息 三月间想念美妹不已 五月间终日思念妹妹不至 六月间在上海三地含之反应 七月初和美妹游览将近小路 小饭馆请餐 九月末和美妹彻夜传刊 为此方得人生之乐 就算是在两人订婚之后 日记也没有停下 在追求的过程中 蒋介石也看到了他过人的外交能力 直到现在 他们已达成为母女的财务 但是 Dr.San Yim San 在他的三个政策中 他给了女人 老蒋日记里的这些情话 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 想你想着睡不着 好想现在立马见到你之类 就算是现代人也不免会脸红吧 这完全跟毛头小子第一次谈恋爱一模一样 几番波折后 江松终于在1927年12月初 在当时的五星级大酒店举行了盛大婚礼 完成了老蒋当时最想完成的喜悦 蒋新国也把母亲过世的责任 都推到了宋美龄的身上 所以才会跟对方没有好联责 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 他把老蒋生成的日记拿给宋美龄看 日记中写着这样一段话 记住好好对你们的母亲宋美龄 不管怎么说 她都是你们的母亲 宋美龄本人看完这句话之后 连夜投诉 在美国度过了晚宴 这其中究竟暗藏着什么深秘呢 有人说是因为蒋介石病逝 台湾在政治上的氛围变得暗潮汹涌 尤其是国民党全体委员举行大型会议修改党章 规定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呼变成笔记 党总裁这个称谓会一直为蒋介石保留着 其他人永远不得道理 除此之外 还推举了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 一下让宋美龄在台湾的地位变得异常 所以才会决定远走他乡 回到幼时生活的地方美国 也有人说是宋美龄看到日记中的这段话的时候 思绪一下子被带到了蒋介石还活着 天天秘密天天约会的时候 他害怕继续留在这一层无私人 所以才会决定连夜离开这个伤心地 在美国度过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居生活 那么这几十年他是怎么度过的呢 当年宋美龄居住的别墅 是他跟大学宋美龄的丈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买的 外表看上去是意大利风格的大庄女 占地面积多达12.28英亩 一楼是餐厅客厅厨房 还有一个晒太阳的隔间 二楼除了正房之外还有四套房 宋美龄居住的只是其中一间 房子外边还有竹林花园高尔夫球场等娱乐场所 除了环境优美之外 因为宋美龄从小就在美国长大 所以很多亲人朋友都在这边 就比如说蒋伟国和第二个老婆邱爱伦 迁居到美国 身边还有侄子侄女 孔令仪 孔令侃 孔令伟照顾 所以说宋美龄虽然不是美国人 但晚年根本不用担心孤独的问题 况且她在美国的名气也非常大 不少记者都慕名而来减了采访她 不过都被拒绝了 她想过的是读书 看报纸 画画 写字的悠闲生 在宋美龄一百岁生日宴会时 除了蒋 孔颂三个家族的后人前去祝贺之外 还有不少从商从政的名人前去祝负 仅仅从图片就能看出 虽然宋美龄已经年过百岁 但依然精神薄麻 直到2003年10月24日才安然离世 回顾宋美龄一生经同六国语言 西安事变独自救援账族奖学时 1942年去美国谋求抗日援助 70年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积极可威 美国劝说台湾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 亲美派的宋美龄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异于宁为玉碎不为法权定了奖身 使得台独分子失去了抗台独戏的真本 可谓令人敬意 姨夫人当之无惠